嘿,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跟各位分享 最近我的機車換了離鐵電池 想要來測試離鐵電池在低溫的寒流下 到底對機車發動怎麼樣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目前我們現在室外溫度大概9到10度左右 我們來測試一下 這個新安裝的離鐵電池已經用了兩個禮拜 看看它在寒流下低溫的電壓變化是怎麼樣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一樣是用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隻探方是 網路上有人問說這個叫什麼 這個是鱷魚夾 鱷魚夾 左邊夾到正極 右邊夾負極 那我們來把攝影機放在電表的數字的部分 好 我們先來 現在把 碳棒已經接在電瓶上面 這顆電池是 新買的離鐵電池 已經用了兩個禮拜 剛好現在寒流來的時候 現在溫度是 10度 現在是10度C 我們來測試一下它離鐵電池在 這麼寒冷的天氣來發動 看看它的電壓變化是怎麼樣 好,大概 掉了0點多伏特而已 我們現在來切大燈看看 大燈切完沒什麼變化 我們來按煞車燈 按煞車看看 你看 幾乎電壓沒有走邊 非常 非常穩定的電壓 這個 比之前的千酸電池好很多 但是電壓非常穩定 現在我們最後來做一個測試 就是吹油門 看它變化 電壓變化 開電燈也沒什麼變化 看煞車燈也沒什麼變化 我們現在 最後來做熄火了 熄火說它電壓就開始慢慢掉 我這顆離鐵電子非常強 我幾乎電壓沒什麼變化 像之前我拍的一支影片是千酸的 電壓就直接掉很多 而且它壽命不到兩年就震亡了 所以我這次想說買一個離鐵電子 來測試看看 沒想到這顆真的是電壓真的非常穩定 這顆上面標示上面是寫CCA CCA它有一個放電,它是10 它是10號 CCA它是190A 這個數字越大的話 對穩定度是比較好的 沒有幫這家公司業配 因為這個是自己買來 自己摩托車要通勤用的 好,今天的影片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